香火鼎盛的龙山寺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寺内的泥塑、碱黏与木雕已精致著称 展现了台湾传统寺庙之美 我们今天来到了凤山的大东文化中心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特别的攻略 今天的阵容有 是有我 小咪 有云洁 有阿福 等一下还有一个特别神秘嘉宾 他说他吃一个阳村面就来 真的不想等他 大东文化艺术中心于2012年开放 是坐落于高雄市凤山区的一座多功能艺术园区 除了多功能演艺厅和视觉展览馆 这里还有全台湾首座艺术图书馆 今天我们就要做星期六星期日才有的凤山文化公车 只要50块台币就是一日跳随便坐 一共有7个站 每个站你都可以随便上下车 然后他会带你游览凤山的各个景点 带你了解凤山的历史 根据凤山文化公车的网站指示 上车的地点就是在大东文化中心的捷运站2号出口这一个 但是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下 我没有发现任何地方可以停公车 但是我往那边看 好像有个公车站 车来了 我们要上文化公车了 好吧 走 现在坐上了文化公车这个车不大但是冷气很爽 高雄有这样的公车带大家更加了解本地的一些历史和地方 很棒 再车给你找朋友 文化观光公车 所以有这张票你可以在凤山的或者是旧城的或者是哈马星的都可以用 谢谢 我们在文化公车上现在车上有导览会跟我们讲解一下 要去到的地方的历史以及故事 我们下车的第一站是凤仪书院就在前面看 看不到 凤山城隍庙位于凤仪书院的西侧 庙内匾额你来了 时刻警惕世人要心存正念 这边是1814年开始建的 所以这就是200多年的墙吧 凤仪书院创建于清朝嘉庆19年 是一所民间兴建的学校 也是目前台湾保存的清朝古书院中规模最大最完整的一所 古代他们那个书院前面就有一个草场 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们一进来呢一大堆人都跟着进来 刚才完全没有人 我们一进来全都是人 看这边右边这是七度教长老教会 我们现在第二站曹宫庙 刚才车上导览跟我们说曹宫庙跟其他庙不一样 旁边不是立着狮子或者是龙 这是什么是乌鸦 乌鸦刚刚他有讲 可爱啊好可爱啊 曹锦在凤山任支县期间 在水利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后人将曹宫神格化 以纪念他的贡献 曹宫庙的正后方 就是建于清朝道工18年的平城炮台 有老孤石和石灰堆砌尖尖的外墙非常坚固 外有护城河负责防卫整个凤山城的西北方 旁边就是那个中华市场 有时候是在隔壁那一条 也是有一个像这样的城堡 曹宫庙过来就是中华市场 我们在中华市场 这里吃这一间的豆花 因为今天在修路 这里在铺路 平时呢很多人排队 那边那一个刹冰 这一间也很棒 我会被那个观众卖 太幼稚 很特别的 我们就是借着这个动物来代表说 我们宫山人对他的感谢 只有现在剩下来三个炮台 河宫庙后面是一个四四半半的平城炮台 马上出现的是一个八角造型 非常特别的一个炮台 有阶梯可以上去 我们站牌在这里 在这个冰冰箱底下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景点 算是景点吧 这里就是冰仔市场 以这个路口为中心 这些地方全都是吃东西的 这里晚上就是夜市 白天就是很多餐厅 附近也有军营 所以这里不管任何时间 都是可以找到美食 我们现在在找一个美食 叫做水煎包 听说这里水煎包又便宜又好吃 水煎包没有卖 是哦 那我吃别的啊 葱油饼 葱油饼 李老爹脆皮葱油饼 你有吃过吗 我觉得我小时候吃过而已 又热又脆 我擦下去的时候就感觉到 它有咸咸的味道 外面很脆 中间很劲道 就有葱香味 我今天麒麟币特别壮你知道吗 哇 哇 我麦克风都在躲 啊 凤山咸米苔木 我看到这里面很多人 我觉得应该要试一下 什么是米苔木呢 米苔木 不要以为听不懂它的名字 就不敢叫来吃 其实米苔木是这个 它应该是用米做的 类似米粉 但是它非常粗 嗯 嗯 嗯 很滑 然后很弹 有一种嚼劲的感觉 炸的鲸鱼卵 看这个应该 阮固醇含量很高 据我自己的理解呢 阮固醇的高度 等于美食的美味程度 好吃 大家来冯山的冰仔市场 可以试一下 我们现在到了龙山寺 哇 这里怎么这么多车停在外面 香火鼎盛的龙山寺 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室内的泥塑 碱黏 与木雕 以精致著称 展现了台湾传统寺庙之美 现在小蜜带我们去一个秘密地方 据说在龙山寺的后面 它其实也不知道在哪儿 哎 我们终于找到了驯峰炮台 就是这个 以前就是这么低 所以这个炮台呢 就会觉得很高 现在因为照路 就把这给加高了 哇 上面就是这样的 这感觉是一个屋顶 一楼的屋顶 炮就架在这里吗 问题是那边是楼梯啊 炮怎么上呢 1837年 支县草井 在城池寺鱼建筑炮台6座 目前上为3座 分为迅丰 城南平城炮台 在台湾呢 这些几百年的古籍 完全都没有围栏围着 大家都可以直接跟他们互动 有没有注意到它下面那个马克图吗 那么可爱 小小的 在龙山寺的对面呢 据说有很好吃的麻糬 就是马蜀 就这里 好 你们有来过吗 有来过吗 没来过 来过来先送再吃 再买 没关系 好吃再给我买 没关系 这里有些打铁街 220周年 凤山呈建 这边是家具街 然后打铁街在那边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看 什么声音 打铁声 铁店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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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就是要学打铁样子 没听过 已经超过200年的东变门 是凤山城唯一上存的古城门遗迹 目前仍在通车使用中 也是全台湾唯一融入现代人生活的古城门 我小时候 我回老家的时候 在胶南也是有这个 嗯 从地下抽水 怎么念啊 所以 追老二吗 这个是生的水不要吗 谢谢 白痴哦 我们从东变门慢慢走过来 就到了大东 我们最初出发的地点 游遍了整个凤山 了解了凤山的历史以及古迹 而且吃了凤山的美食 绝对是超值的一天哦 非常推荐大家来亲身体验一下这个文化公车 只要花50块钱的票 嗯 就可以玩一天 只要是市区内的公车都可以做 对这个50块超值的 超值超值 公车上的讲解非常好 因为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他 每一个都是专家 除了凤山文化公车 还有哈马兴文化公车和旧城文化公车 所以有机会我们下次再去 好 今天特别的凤山游记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还想了解高雄的什么地方 或者是什么东西呢 都可以给我留言呢 因为我现在在高雄 对这些东西都很有兴趣 可以带你们一起去哦 拜拜 拜拜